馬鞍,大家好,又是我世榮在競飛一輪環節跟大家說說馬仔的指數 有些人說我右邊的錶標是馬匹的指數,參考別人的節目,我自己都會修改一點,因為馬仔的實力 另外有些人說是非法外圍的折扣,我不知道,我都是照抄別人 這個節目主要是給大家一些參考,令到大家知道賽區的機會,別人怎樣看 有時和自己有沒有出入呢 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可以看看右邊的四星珠 我按下去就可以了 立即跟大家說說一至十森灰色,中國數目指就是長次 打直,一至十四當然是馬匹 有幾隻特別高的可以跟大家說說 譬如五場一號八十六,黃色格仔那個 你看到八十六的原因就是那匹黃蝦黃,五場一號短途賽 其實那匹馬都以他的實力不應該那麼低,我覺得應該去到八八八九 但是參考回來也是八六,儘管看看他實在沒有贏過一級賽 看看是否真是首勝一級賽,到時臨場大家看看 澳遊戰士也贏過他,沒理由的 另外第七場這麼高,九十三當然是金槍六十 那隻也應該如無意外也贏的,那就不多說了 八場一號達心聲,其實他頂頭大熱應該要是這些指數 但是我沒有貼到的,放了二三四五的熱門 看回外國的賠率,原來我是貼了二三四五的熱門 選了三號的九匹起風寶做首選 看到指數也八十五,不算太低,八場的三號 我覺得直播率,即是賠率和機會之中得到平衡 大家如果喜歡拖回達心聲都可以 另外,尾場八十七,只得一匹零四四 鶴立雞群,當然是很眼光 兩出兩節,今次加了分還在三班 看看是否真是這麼厲害 可以第三節還在三班,甚麼重點榜都能解決到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未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在右邊我的頭像訂閱 稍後有隔夜飛熱線財經,最受歡迎的節目 千萬不要走開,多謝大家收看《勁飛一輪》 我們晚一點再見,拜拜 好,希望你們這個馬桂大家都贏多些 贏多些來做善事 醒來咨唷 待會兒 再說